嗨 大家好 我是非别队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在这里每天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区块链的信息 那么今天也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Panetwork 为什么和我们原来所预计的不一样呢 就是我们以前在2022年之前应该准确的说是2021年的12月31号之前呢 我们都认为是 到了2022年Panetwork就不会挖矿了 那么实际上到了2022年之后呢 我们才发现 原来Panetwork的整个项目呢 是采用永续挖矿的一个模式的 为什么2022年的已经过了三个月 我才来说这个事情呢 其实是这样的 我的一个朋友呢 他是我的下线嘛 就是我推荐他去参与Panetwork的 因为在去年的时候 我是在12月份的时候才推荐他来参与的这个项目的 我是2021年的11月份加入建的 那么他比我推迟了大概半个月左右 是到2022年的12月份加入的 当时我就跟他说了 我说这个挖矿呢 肯定还有半个月的时间 那么这半个月时间挖一点11点 那么等他上了线之后 上了主纹之后就可以变现 那么当时我对这个项目的了解程度也并不太高 因为推荐我的那个推荐人呢 他就这样跟我说的 那么我呢也是照办全度的 告诉他是这样的 那所以在前天的时候 我们有见面了嘛 我跟我的下线就是我的朋友见面了嘛 他说哎 这不是说是 到2022年就不能挖矿了吗 不是说这个就停着 他说我看我每天去点的时候 还是继续在 动啊 那个 速率还是继续在动啊 他也就是说没有停 并且的话说的 哎 今年不是说变现还是没变现 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当然我就跟他解释了 那么他最终也明白了这个是什么样的道理 那好 我们今天再去重复的给大家说一下这个问题 为什么Panetwork要采用一个永续挖矿的模式 啊 毕竟他现在已经有3000多万的用户了 那他有一个这么庞大的基础用户了 那他为什么还要采取免费的形式去让大家免费挖呢 那我们都知道所有的区块链的项目都不嫌自己的用户多 Panetwork采用吸引用户的模式呢 还是 一如既往的采用免费的策略 那么不像很多的 有的项目它是 前期免费 后期是需要你在交易所那边去买的 那么我们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啊 我们要先知道区块链里面的所有项目他们的发币模式是什么 那么这里呢 我大致总结了三种发币模式 那么第一种呢 就像比特币这种总数是固定不变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呢 那么他逐步的被挖出来 那么他这个挖出来的方式呢 也就是说对于矿工的一个奖励 那么矿工去挖 那么他就给矿工一些奖励 那整确来说矿工不需要向比特币去付钱 也就是说不会给比特币花一分钱 那么矿工所花费的钱呢 是哪里啊 来源于他的一个设备 设备以及他的开支 他的开支呢 主要是店里的开支 那么可以看得出比特币的这种挖矿模式 就是用户和比特币的之间的一个关系呢 就是说 用户在比特币这里是 他们的之间的关系是免费的 免费挖矿的 因为比特币不会收取用户任何费用 只是说用户花的费用呢 是来源于他的设备和他开支的 所以说比特币没有收到用户一分钱 所以说比特币对用户呢 讲来是免费的 那么像比特币这种形式的区块链项目呢 有非常多的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包括说后面的莱特币啊 格格币啊 等等的 这些都是采用了这种路数 只是说他们有的数量是固定的 有的数量是不固定的而已 那么第二种呢 比如说是像 西巴这种的 那么他们呢 是也是一样的 总数不变 那么总数变与不变呢 我们不是特别的讨论 我们只是说他的挖矿模式啊 比如像像柴犬比特这种 他的总数也是固定的 那他的一个发货模式也就不一样 那比如说他的总数固定是1000万亿 是比较大的一个数量 那么他呢 直接就全部开采出来 就是用项目方直接 完全开采出来 也就是说不用你再去去挖矿了 不需要去挖矿了 那么就怎么做呢 就是他直接 500万亿的 他直接就流到市场 由市场来决定这个价格 那么另外呢 他500亿就直接打到微神的钱包里面去 至于说微神怎么做 那就看微神 以现在我们已知的是 有的是捐给了印度 有的就剩余的就给销毁掉了 那么也就是说他现在市面上流通了 也就是说500万亿左右 那他的这个路数呢 也就是说一次性也是 将他全部开采出来 开采出来是由项目方来开采 开采之后 放为社区 自己去自行的治理 让他推动这个价格 所以说可以看到他的价格呢 也是因为数量比较多 价格也是比较低 所以说他的价格呢 是由市场去决定的 那么他的一个挖矿以及得到这个币呢 就是去相当于交易所去得到 或者说前期空头得到 它是这样的一个模式 那么我们再说第三种 就是我们的Panetwork Panetwork呢 他采用呢 也是说 总数量不变 总数量是固定的 它的数量是1000亿 那么他的1000亿 目前看来他是通过永续挖矿 永续挖矿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永远都挖矿 挖100年1000年1万年 他不让他挖完的这个 模式去走的 就是后面慢慢去加入人 他也有这个币量去开采 那么他开采的费用呢 也是一样的 是免费 所以说我们由此可以看到 现在在区块链项目中的大致分为三种开矿的模式 当然还有其他的开采模式 还有更细分的 只是说我们取的比较大类的 就大致是这三种 比如说 命币以类的 后面的很多都采用的是 采犬币的这种开采模式 那么小狗币啊 等等的一些命币类型的 他们都采用了这种模式 而19年之后 采用手机挖矿模式 大约都是采用Panetwork的这种模式 但我们不能说是他们的哪种模式好 哪种模式不好 那么他们的整体特点 你可以看到 其实比特币和Panetwork他们完全都是全部免费的 是完全免费的 也就是说他们的项目方不会向 这些参与者收取一分钱 那么他们所有的都是 通过他的一些算力 或者他的一个算法 因为比特币是采用的是算力嘛 算力 他的算力越多 那么他等于的币量就越多 而Panetwork可能使用是算法 他们都是一个算 但是算力和算法是不同的哦 算力的话是你的硬件设施越好 你花的东西越多 得到的币量呢 就越会就会越多 而这个Panetwork呢 算法就不一样 算法就是每个人的 不需要去花费大量金钱去买你的设备 也不用去花费大量金钱去购买电力 那么是随着你加入的时长和贡献度来得到这个币量 所以说他们两个 都是免费的 但是他们有本质的一个区别 那像第二种这种啊 就是比较另类的这种做法呢 其实不是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 因为像这种类型的币啊 他们的价格都不会太高 因为他们的发行量是比较大的 而且呢 他们的这种模式呢 比较容易在中间做一些操作 所以说我们不是今天讨论的一个问题 那么当然也不是说他们的这个币种不好 这个项目不好啊 只是说 在这两种币内的一个对比之下呢 这种模式没有他们这么透明化 那好 我们现在接着讨论一下Panetwork 为什么采用的是永续挖矿 永久免费的 可以看得出比特币也是永久免费 那么它呢 是有一个年限设置的 那么它是大约在未来的几十年就会开采完毕 以后就不会再有了 所以说 它是没有 那么像Panetwork呢 它是永续挖矿的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在一百年之后 排币只剩一百个了 每天呢 跟市场上挖的数量呢 是一个 那么比如说又再隔十年 它有可能出现是 每天 每个市场里面所有的挖量只有0.1 它可以无限的多 0.001 0.0001 这样永远的这个数量就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就是说你挖的数量就会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这个可以无限延长的 在这个理论里面 它是可以无限延长的 延长的一万年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它为什么要去这样做呢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它在跟很多人提供一个机会 我们都知道 现在我们参与Panetwork的所有人呢 都是没有看到实质性的价值 而去参与的 就是来源于我们对它的一个认可和对它的一个信任 所以说我们早期签入了 就它前面是没有任何的价值的时候呢 我们是完全是靠着自己的一个信任度 以及和我们的一个眼光 我们觉得它能够成 所以说它在前期的时候是这样的 是来源于我们的3300万的用户呢 对它的一个信任 以及对它的眼光的看好 那么这个时候啊 无以为我们是早期加入 我们是头部玩家 早期的玩家 应该是早期的玩家 那可以看到Panetwork 他想的做的是全球的一个异货 以及全球的一个生态 那他这个3000多万人 虽然说对于整个的市场里面讲 整个区块链的二级市场里面讲 是一个非常庞大 非常巨大的一个量了 他对于很多人来讲是望成莫及的 那是他的理想和他的报复啊 并不是仅仅于此 所以说他的人数呢 还得去增加 那么所以说我们前期呢 是可以 不需要你的报酬 不需要你给我们任何的价值和价格 我们都愿意在你的身上花费一些贡献的人 那么像我们这种呢 是对于长远的看法 也就是我们可以不用得到任何利益情况下 都无条件的支持 但是有很多的人 是需要你去用金钱去敲醒他的 那所以说 在前期没有上市的这个时间段 我们这3300万人大概就这么的数量 等到他上市之后呢 他还是可以免费挖矿 就是我上了市之后 我已经产生价值了 到时候第二阶段呢 就是他已经产生价值了 那么这个时候不管他的价格是多余少 那么那些只认利益的 只认价值的人呢 他就发现 哎 他居然能资钱 并且是马上挖了这个可以卖钱 像这部分人呢 他也会加入进来 那到时候他所产生的一个吸引力呢 就是来源于更多的人 那些更多的 就不管说他是既得利益者也好 或者说是他看好项目也好 等等的这些人 因为用利益去驱动人民去做一些事情呢 这是比较有大的一个成效的 那么到时候这个人数还是成几何的增加的 那么同时他的速率也会大大的降低 也就是说 排里面的生态 人数呢 不断的往里面进 人数量大大的增加了 而他的挖矿速率因为随着人的增加 而他的挖矿速率就逐步的减少 慢慢的减少 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速度就越来越慢 越来越慢 到时候他的速度慢 人多了之后 他的价值也就会慢慢的提高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其实我们都知道 在头部的3300万人当中呢 有非常大多一部分呢 都是以前没有参加过区块链项目的 有的甚至连区块链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人 那他们参与的Panetwork中呢 无疑是Panetwork给他们一个巨大的机会 那么我们再说第二一种呢 就是说 有很多的 像后面加入的这个区域的人 就是Panetwork产生第一之后来加入的人呢 包括就非常多 以前是参与的区块链项目的 包括以前的一些挖矿的矿工 他也会参与的进来 因为为什么呢 我得出一个实质的一个经验 就是我前段时间和一个朋友聊天 那么他呢 是早就参与了二级市场的 并且他以前也挖过矿 只是说他现在已经没有挖矿了 不过呢 他挖矿呢 不像那些大型的挖矿 那么他是一台机器 两台机器的 这样在家里面去挖 那么他现在没有挖矿 这样他参与到二级市场里面去 也是说买的非常多的二级市场的一些币种 当时呢 我就跟他说了 我说你要不要参与一下 就是Panetwork 我说你以前去做挖矿的嘛 我说我现在做了这个呢 也是挖矿 只是说他这个挖矿呢 是不需要去耗费太多电力的 哎 当时他也比较有兴趣 那么他就说呢 不耗费电力的话 那这个东西做起来还是有意义的 因为他以前做了这些挖矿呢 确实是比较耗电 还有呢 就是对硬件设施也是要求比较高的 当时我刚说了之后呢 包括就是我的一些 Panetwork里面的在手机挖矿那些信息啊 那些东西都给他了 当时他看了之后呢 他只摇头 他说 哦 这个东西传销 并且还说了 这个东西一点技术还能有没有 他说他有的花这个时间去点这个闪电呢 还不如去研究一下二级市场里面的一个涨幅 让自己挣一点钱 所以说啊 我们可以看到说 在二级市场里面混了比较久的 或者说在传统挖矿行业里面混了比较久的人呢 他们对于Panetwork这种啊 他们是嗤之以鼻的 就是不认可他 因为首先第一个就是拍现在没有任何价值 这是最大的一点 就是我们告诉他 现在这个东西挖出来是要放在那里要等的 他就说这个东西他不玩 那么他们要玩的呢 就是说 马上要做这个事情把币拿了出来之后能变现的 他们认为这才是靠谱的 包括说你跟他讲技术 他也是听不进去了 因为在技术方面 他看来的话 Panetwork的技术啊 远远不如比特币的这个技术 因为为什么呢 呃 当时我就说了 我们这个点闪电以及大接电怎么怎么样了 他说你那个东西太简单了 对于他们来讲 他们挖矿的这个矿机的设置啊 还有就是他们这个啊 平时的维护啊 这些都是靠他们自身的一个经验和自身的一个技术去维护的 包括说他们以前做的这些挖矿的项目中啊 去维护那些设备的技术啊 在我们搭建一个拍的节点 在他们眼里面看来就是一个非常小的小儿科 我们那种就是照着说明书都可以做出来了 而他们那种呢 是需要啊 仔细地去研究 还有研究矿池也好 研究IP也好 也等等的一些东西 还有防监管也好 他们所有的东西都要研究 所以说他们里面的那个技术啊 确实是比我们这个要高得多 那么这个是有一说一 但是他没有考虑的一点 就是说 他们的技术呢 是来源于这个生态的一个不完整 而把这个麻烦的事情交给了矿工去做 而PiNetwork呢 是因为他生态的完整 以及他生态完美 以及他项目方考虑的比较周全 那么所以让我们的矿工能做的事情就比较的少 这是一个本质的区别 如果说你只需要去研究只研究生态 以及只研究这个链的项目 只研究这个项目里面的一些本质的东西 我们不要去刨开说外面要做的事情 不研究矿工要做的事情 以及不研究设备的贵贱 那么就单单的研究这个项目的本身可以看得出PiNetwork的项目的复杂程度远远大于比特币的复杂程度 这个是肯定的 正因为是PiNetwork它的内部比较完整 内部比较复杂 把所有东西都已经消化稀释了 只让我们的这些拍先锋 也就是说我们这些矿工做的事情就比较简单 而在没有深入了解的人看来的 而这种简单就是毫无技术含量的 就是无脑的 所以说他们就认为这是一个传销 是吧 这就是很多在老项目中参与比较多的 在传统项目里面参与比较多的人呢 他们的一个看法 因为他们看到了 他们自身要去把这个项目做出来 要把这个矿 把这个币给拿到 他们花费的时间是非常巨大的 非常巨量的 而且花的成本代价也是非常高的 他们认为这种就是付出了自己的劳动成果 最终得到一个实实在地的回报 他们认为就是有付出有得到 就是和实体的东西是对得上的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都会念一句话就是什么 有付出就得到 那么在比特币的身上就完全体现出来了 也就是说他会花费大量的精力时间 以及他的技术去维护他的一些矿机 那么最终得到非常少量的 币 那么这个币呢 就是他们的最终的一个成果 那么毕竟付出了 得到了成果 那么这个成果可以马上变现 这呢 是一个完整的现实社会中的一个逻辑 而派的这个逻辑呢 因为太过于先进 并且他现在没有进行落地 没有产生价值 而你拿这套说辞去对应以前的传统行业里面的老匡工 或者说老的项目参与者呢 他们是说不通的 所以说他们不会加入进来 并且呢 可以说在他们身上呢 有非常大的一个价值 他们的技术含量其实是比我们这些玩派的人的技术含量高的 就是他们懂的技术 比我们懂的是更多的 那如果说他们能加入到我们派的这个社区中 派的这个项目中呢 其实是对派来讲是比较有好的一个发展的 所以说派项目呢 也不会忘记他们 也想把他们拉入进来 所以说他采用了永续挖矿 在后面等以后采用价值之后 就是他后面产生价值之后 比如说这个 你看这个绿色部分 就是他后面产生价值之后 而产生价值之后呢 到时候 这些传统挖矿的人就看到了 啊原来 Panetwork真的撑了 他真的可以产生价值了 并且他是采用了永续挖矿 那所以说在后面呢 也会继续的出现挖矿的情况 所以说他们到时候再来参与进来的时候 就会形成了有技术的人才 那么慢慢慢慢的 加上前面头部的玩家 以及后面传统领域的人 以及后面的既得利益者 各种类型的人都加入了这个链上面去 你看Panetwork和这个链 原始的3300万是我们 那么后面的这些老的传统领域的也加入进来 包括既得利益者也加入进来 或者和后面的等等的一些看好的等等的 都来加入的这个生态中来 就将它组成一个完整的链条 就到时候在里面的参与者 既有非常厉害懂技术的 也有非常懂生态的 也有企业家 也有互联网经济等等的一些东西 就是要它多 就是要它杂 什么东西都有 那么这条链才是完整的 才能达到一个全球性的供链 因为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在这个生态里面什么都可以干了 你想买东西也好 你想学技术也好 你想买服务也好 你想卖东西也好 啊 什么都可以 那这才是一个完整的 所以说Panetwork这个勇兮挖矿的这步棋啊 是走得非常好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去佩服Panetwork的这个项目方呢 就是他们能想到的东西是非常的完整的 包括说我们很多人去讨论一些东西啊 在他们的眼里面早已经想出来了 所以说我们的很多想象去质疑我们的时候 就说啊 他你们当时说的这个时间要上线 也没上线 啊 价值也没有体现出来 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呢 是的确我们的误判 我们要值得去承认它 当 但是当我们一旦看清楚之后呢 我们要把我们能看清楚的东西 呃 讲给我们下面的一些派友听 让他们更加了解这个项目的伟大性以及可持续性 我们总结一下 派现在有3300万佣服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一部分 那么是头部玩家 因为我们这部分头部玩家前期是在拍没有产生任何价值 没有产生任何生态时候加入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拿到的币量呢 是最多的时候 因为我们虽然说现在看见了减产减产减了很多倍 但是他现在的数量和以后加入的人来讲也是比较多的 也可以说我们确实没有什么技术 没有什么能力 但是呢 我们在他没有价值的时候就认可了他 派项目也一样了 当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你是这样好好的对他 所以他也会好好的对待我们 所以说我们前期的这3300万佣服呢 拿到的派币呢 是比较多的 因为我们花了很少的时间 就拿到比较多的币量 那么第二呢 就是等他以后落地 产生价值之后呢 会吸引到原来那些不看好派币的人 以及那些懂技术的人 以及以前在其他链里面去当矿工的人 加入到这个派的生态中去 那么他们得到的币量也不会太少 因为为什么 他们本来就懂技术 以及知道区块链项目去怎么去玩的 他们就会以他的各种能力 以及他各种技术 以及他的财力也好 因为本来他们以前挖了那么久的矿 身上的资金也不会太少 所以说他们也会想办法去得到更多的派币 所以说当他们认识了派有价值之后 加入了派的这个生态中之后呢 就更加的加强了派链的整个生态的运行 那么第三呢 就加上后面的一些人 就是一些散户 我们所谓的散户 或者说白嫖党也好 他们继续的去加入 断断续续的加入 那么最终呢 就形成了派链的一个全球性的供链项目 因为他的人数是非常的多 技术也是非常的强 当然这个技术呢 是指派项目的一个技术 以及后面加入了这些技术型人才 各方面的配合之下呢 将它打造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供链 所以可以得出未来的派的整个项目呢 是比较具有化时代意义的 很庆幸我们现在是头部玩家 在最早的一个时间段 我们就加入到里面去 虽然说我加入的也比较迟 但是和未来的时间去比的话 我加入的还是算早的了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今天全部分享的内容 以上的分享仅仅来源于个人的一个观点 如果你还有其他样的想法或者意见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 欢迎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 在视频更新的第一时间 你就可以收到 好了 今天就这样喽 拜拜